好,刚才我们好朋友的问题,这个磷酸过,这个应该,高磷酱应该,不是磷酸一夹就磷酸二夹啦,那一般,如果落在土壳,很多人会用磷酸二夹,磷酸二夹夹比较高,很多人会用磷酸二夹夹比较高,所以很多人会用磷酸二夹夹比较高,落在土壳,你要知道,土壤里面容许量是1分左右,可以6公斤,你用25公斤乘4公斤,所以这个量太多, 太大了,太大了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现在就是怎么在我旁边这个地方,因为旁边,它这个比较烫风,所以增散作用比较明显,所以它温度在行,在变化比较大,所以做分来说,它就冻不住,所以它要需要快速降温,所以你就会冷了,所以你这个水分一定要補充好够,其实应该是要控制这个肥的使用,你如果是说依作丁来说,磷酸一夹, 吃到在土壳底,是这上是一个浪费,因为磷,磷吸收的,对真正的甜度来说,我们听说在意的甜度,磷并没有说很重要,但是其他品质的部分,是这上营养的转化,磷是怎样很重要,但是它在土壤里面,经过你这样吸收的量,没有说很多,因为都得手都会固定,所以 必须要配合这个土壤微生物,同样 微生物,并公平像荣林菌,并公平像菌根菌的这个使用,可以让别人的 持有的量ціle goal,所以这点可能你要 稍。 稍。 就知道我們每一遍 如果溫度降低要回溫的時候 或是說黑暗變好天 剛好天氣有在高階的時候 水分都要先鼠聲鼠聲鼠 因為黑暗就比較沒吃水 投出來就要散熱 現在溫度都比較高 超過28度上去做沒有吃水的作用 最主要就是散熱 所以我們做所謂私事管理 就是看這個天氣 不是說不時它會比較淡又落 不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保持一個途中的一個濕度 讓它有濕度的一個這個行動 然後在它需要降溫 或是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我們會讓它補充一點水分 讓它去降溫 做溫的可以在這裡比較好一個這個照顧 但是這個散熱會比較有 這是大概是我們在對球的通常 是建議是這樣來做 所以你在這個熱 冬在變熱 譬如說向洪流來 譬如說向後禮拜 後禮拜拜有可能是這個 拜三拜是真的 這裡有一個洪流 會對我們中南部有一點點影響 會降溫 這如果有拜五就還回溫 所以像這種情況 你拜時知道你就要喝水 因為最起碼你拜五的一個 這個上萬 上萬倍到拜五的這個頭 一般我們都會建議說 近前天比較冷的時候 你就先要煮一些水 不要煮多 第二天又看情形又補一些 水的這個部分控制 因為你現在如果是冷變熱的時候 他最適合溫度 調整他需要這個吃水 因為你再下肥就那麼重 所以水完全吃不起來 所以變成 途中的這個高醫師 你就在 算 格林加利土甲底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去造成 吸收的一個障礙 所以你如果是說 要下這種東西 我建議說你一禮拜下下一半 不一定要用這個磷酸一吃 你還是說什麼磷酸二吃 如果要下肚子 我會建議你可以用硫酸夾 用硫酸夾 你一分塊下6公斤 一分地用6公斤 你好一禮拜 譬如說你如果有沼水 就給它補一頓 或者說用一頓十七粒 加一頓這個硫酸夾 其實這樣量就夠了 這一分底25公斤 這是一個天量 這個量太多了 所以剛好那個磷酸的時間 又遇到你 這個天氣的變法 所以有可能 就在水分的調節裡面出問題 所以有可能水 你要再注意一下 補充讓你比較淡 稍微 因為已經有稍微想到 應該是有稍微想到 所以 它是一個時間 牛肉太多 盡量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你現在 有可能會出問題 還有一種情形 這是我們最不容易看到的 就是說他的兄弟 有時候就是說 甚至你那個藏 藏 我們架接 架接 那個地方 不可以 不可以讓他 上面 還上面 有些人 因為我們 玉露子都演出場 演出場 他現在接 頭是叫頭 但是他上面 那邊 含頭腳接觸 這個玉露子 那個威的地方 他還要放進去 他還要放進去 這樣 他就沒接 沒接 他也會 成功 隔壁 如果剛好有 那個 我針過 感冒 味道 是怎樣 水 如果剛好 剛好 那有可能 放下去 这部分你要稍微注意 这是我们最怕的 就是说我吃肉不是会冻成功 但是他如果放金出来 他就不会冻成功 这部分你要稍微知道 这有好朋友稍微知道 我们大概是这样 你水稍微補充 让你稍微補充 两天浪费就少 费不够 我们可以補 浪费这绝对出问题 不管什么规则 都有我们的媒体 FMQQ电脑 新能公布电台